好這次來玩這款陸服的軍王3D 進來了 貂蠶 貂蠶看起來 挺標誌的喔 好啦他賺到了 這戰鬥演示的還算是有魄力啦 那種配音啊音效部分還ok 選哪個國家喔 選蜀國啊 有點想要選五國因為五國妹子多 好吧多麼熟悉啊建造農田 左上方看到了貴族VIP了 魔兵耶 升級主堡 升級城門 好啦相關需求都完成了 名曲功勳 已經來到第二章了 副本 雕塵 雕塵 哎呦這雕塵好厲害喔 我畫面是無法拉近的 倒是挺可惜的啊 金 啊 聲金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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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場打完差不多會有第二位新武將了吧 好繼續推關喔 好第三章完成 蔡文姬 耶 又一個妹子啦 很會吊人家胃口 士兵 啊 我娘子一個工兵啊另外另外一個是什麼兵啊 好推關 這是兩位啊 教程太厲害了吧 那我看一下出城啊看到了 哇 搜索滿足 攻擊 貓殘隊 哇這邊 玩法就是一模一樣的啊 這類型遊戲其實出很多耶 還真的都有人在玩啊 把主堡升起來了 道具加速 想看一下其他頁面耶 因為這邊大同小異了 天賦技能 天賦技能 慶典 是 招摩英雄 喬心玉郎君 小喬耶 哎喲 第三隻妹子 是 喬心玉郎君 竊心玉郎君 絕心玉 是冒險 慶典 开宫送礼 黄月英 孙权 这款游戏的特点在于 你妹子打天下 前面都是用 女武将 四弟 国家 这边是 目前我选的蜀国 还可以进行捐献 匈奴 创建角色 首日不可参与 匈奴入侵 这匈奴看起来就像魔王一样 他有一些科幻的在里面 这是我猛 这同一猛的 所以我没办法打他们 所以他分为蜀国 卫国 卫国 五国吗 这蜀国好多人选 邀奇无那么多人 这看起来很有人气 这个说没有人气是骗人的 好多的 好多个玩家 我来到 010 来吧看一下新妹子 一键上阵 我们目前兵力只能配置成这样而已 美女军队 美女军队来啦 小强是前锋 瞬间就赢了 怎么没有一种爽度 可以给我一点爽度吗 我现在战力一万一了难怪喔 我现在战力一万一了难怪喔 换花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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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範围剂喔 这个boss吗 脏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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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這邊還有什麼在線獎勵 貴族 商城這邊都花錢了 還有客服幫助 這是只有土豪才會去點的吧 點下去的內容大概就說我已經出 20萬了 怎麼東西沒有進來 我要擴大圖紙可以嗎 這都是建造的 然後打關卡的相當不錯的 角色繪製也不錯 角色看起來不像有整形過那種的 比較頗具真實感 本支影片就到這邊囉 這款應該是 算是相當會有人氣的 太可怕了吧這些玩家 光這蜀國就那麼多了 打起來一定很過癮 大家掰掰